主料,草鱼1500克,酸菜250克,主料,辣椒馍25克,调和油刺10克,姜片6克,蒜10克,葱花10克,料酒20克,鸡鸡2克,烟5克,花椒20粒,鸡蛋清一个,芝麻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首先将鱼洗净,头切开,烫成两半。 用刀取下主心户两侧的大块鱼肉,鱼下的鱼骨切成块,鱼肉斜刀炖成薄片,酸菜切薄片,基本取清鱼干细豆粉,调成蛋清豆粉,鱼片加盐,姜片,葱结,料酒麻味后,再用蛋清豆粉拌匀,热锅2分钟后倒入油,油烧至5成熟后放下鱼片,5-6分钟后捞起,锅内鱼下烧去油,再放入花椒,酸菜,酱片, 下糖,放入料酒,食盐,酒精,再倒入鱼头,鱼骨薄10分钟左右,再放鱼片煮2-3分钟,最后鱼带汤到锅盆内,撒烧芝麻,姜,蒜,葱花,锅内再下少许油,并加入辣椒木烧至5成热,再煮鱼鱼香米,蒜米,葱花上,鲜莓可厚的酸菜鱼就做好了, 烹饭技巧,鱼可以选择新鲜的草鱼或黑鱼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